我看看是否應該做個 我這樣講,這樣看得不可以呢? 這樣是不是快一點點呢? 會2月4日、2月11日的 我們的訓練 最主要我教那個 都是用回大人的 我們用回那個assessment 那個model 將去simplify 我們看到其實那個model 都有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平常的mediator 會做個opening statement 我們因為小孩 我們都比較簡化了 我們其實比小孩 不是小孩 我們是學生 學生仔 其實我們好像個checklist 因為我們另外沒有教科書 所以稍為勞煩 我們有些字文字比較多 因為這個比較是一個 叫做competition 所以這個文字就多了少少 所以他們做了教科書 做到時溫習 就當成一個 當成一個 溫習的資料 所以文字是比較多的 PowerPoint 我們之前都有些one hour training 文字是比較少的 就是他們不是說 要來competition 我就會比較簡化 不過這個process 就比較文字多 現在我會說 例如歡迎詞 都會說 大家平常的介紹自己 又看看雙方想怎樣被稱呼 說一下一些調解的 是什麼 內容保密 自願自主自決 自己決定 和平氣氛 這些字 他們的學生都會說 談談了解問題 所在 找出解決方法 他們通常都會照說 定定行動協議 實踐檢討 然後會說一說 調解完角色是什麼 然後會說一下 調解程序 講回調解程序 即是我們 一個overview 的那個process 然後講一下 論得發現 彼此尊重 這樣 我們的調解基本法 最主要就是 這幾方面 這個程序 每一個部分 我會跟他們說 因為我們的marking 就會牽涉到 兩個方面 跟大人一樣 大人的 我們mediation assessment 有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程序 一部分就是技巧 所以我會跟這些學生說 程序方面 大卡cover 這幾點 就拿了分 如果你的技巧有什麼 你deliver了 開場白的時候 就會我們說得 清清楚楚 要眼神 身體語言 要向前傾 Squarely facing 即我們Solar 會說 另外 我們會 給大家deliver的時候 會獲得 對方的 同意基本規則 有一個 有一個 commitment 即是會 invite他們的 commitment 亦都他們的 demean delivery 是能夠獲得 是好使他們獲得 對方信任 這樣 這個就是技巧 然後 就會去到 界定問題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就是等於我們做mediator的時候 記不記得 我們都會做一個 叫做 invite他們 each party 給他們open statement 然後mediator 就是第二階段 叫做大界定問題 等於他們說 最主要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引導雙方 趕述事件的背景 感受需要 其實最主要是 給他們各個經過 感受需要期望 然後 總結有什麼關注需要 然後 就會identify 識別 即是identify 有什麼issue 這樣 這樣就有comman ground 就像大人一樣的 不過我選快了 有什麼技巧 就跟他們說 技巧你會問問題 不要問那麼多close question 因為你現在是 嚴輝他們說話 於是就要積極聆聽 這些技巧我們都會 告訴學生 說多一點點 到時候會 即是active listening 溝通 那些 然後說一說 什麼叫open question 什麼叫close question 我會用例子 因為這是一個skill training 那skill training 就要有一些practice 於是我就會問回他們 可能我會查了什麼封閉 認識什麼 然後問回他們 這個是封閉問題 還是開放問題 讓他們用腦筋 去想一下 什麼封閉問題 什麼open question 什麼close question 接著就說一下溝通 一些溝通技巧 告訴他們 其實身體源很重要 用這個research說一說 然後說一下active listening 那這個就是 什麼叫active listening 那又說一下solar這個技巧 那我想我都會 加一個太陽的公仔 即是solar 太陽是 但其實是一個short form 什麼叫solar 就是active listening技巧 讓對方感覺到你是 全心傾聽 對了 讓對方說多一點點 那也教學生 我們說話的時候 除了聽內容 都要聽感受的 就是observe的感受 那會有些感受的詞語 希望他們會有些感受的詞語 可以有些on hand 就是tools 就是tools 不好意思 接著就回到reframing 就會說一說什麼是reframing 那我有些demonstration 又是 那又是說 就是讓他們practice一下 我會給了那個original 例如說 有人說 對方是一個小人 對方經常說謊 這些 那你怎麼reframe 那會有 給他們 如果是 就是 有人願意去 讓他們 或者學生去答一下 我們也可以讓他們答一下 因為reframing 不是一個黑白的 是一個藝術 reframe 可以 一句說話 可以有很多reframe 方法 我想讓學生知道 不是說一定是 好像mortal answer black and white 就算一句說話 他說 他說 你說 你說 其實你不太同意 或者你不太明白 他說 亦都可以有很多方法 reframe 同一個meaning 會讓他們知道 是一個藝術 調解是一個藝術 另外 就說 讓他們聽到 intervention 技巧 就是說 如果有人去 interplay 叉斷話病 那我們 當時要怎麼處理 作為調解員 我們要嘗試了解 人叉斷話病 就是說那個人 要叉斷話病 一定心裡有些很緊急 很心急 那究竟背後 有什麼需要 要被人了解呢 首先嘗試了解 叉斷話病 那個人 究竟背後有什麼 心急 需要 然後做reframe 教一些技巧 教一些基本規則 就是不要 抄斷話病 那些 首先都要 要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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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解完的技巧 例如 我們需要 公正 眼神接觸 要有自信 支持雙方溝通 避免說教 建議 避免建議 聚錯 支配 我們會說 一些 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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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正 我將 調解完的技巧 放在第二階段 說 於是 到第三階段 到第三階段 說完技巧之後 再說 其實 你如何 送出第二階段 問什麼問題 有些例子 你說說 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感受 這些例子 全部都是例子 他們跟著做就認識 有例子 到時候 在教育的時候 都可以 教他們 如果他們 不知道怎樣 問我們階段 有些例子 問這些問題 或者類似問題 都可以 其實這是一個 促進性條解 大家都是 Mediator 我們都知道 香港出盡性條解 是專注於 那些需要和關心 最重要是 我們讓雙方促進 了解雙方的需要 需要和關心 和關心 利益 然後 我們就會 問了問題 你要總結 總結事情發生 經過 感受 和需要 期望 然後 做議程 講一講 如何做議程 講一講 如何做基礎 我會有些例子 這些是例子 以前的共同 例子 例子 講一下如何 prioritize 這些技巧 最主要是 先後次序 不是很重要的 其實是為了 order of discussion 讓他們輪流 或者可以有時候 Mediator 因為Mediator 我們說是 出盡性條解 是Mediator in charge of the process Party in charge of content in terms of the process 先後次序 如果Party 無法認定 Mediator 可以做多一點的 帶領 我會多說 講什麼 common ground 有什麼用 如何把Party 由對立的面 大家去到 拉去同一 本來採河漢界 把大家拉來 同一條河 在同一邊 看著共同目標 這樣就有個 common ground 的priming effect 有好處 然後 到第三階段 即是我們 大人的調解之中 就結合了 我們的 discussion 和那個做的option 一次過 就做第三階段 因為我們沒有 做 separate session 於是 做完agenda 第三階段 就是 discussion 看看有什麼 interest 利益 看看有什麼方案 就是第三階段 一次過做完 我們會說一下 要做什麼 告訴學生 這個程序 你要做什麼 有這個 紅色的字眼 其實就是 marking scheme 會用的 OK 然後 我們會說 如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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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會說 什麼叫利益 不同 然後呢 就會有些 example 又是教他 你可以問這些句子 就帶他們說一些利益 例如說 給我一些例子 這個很重要 是什麼原因 跟我說 你的tone of voice 很重要 你問別人 為什麼 為什麼對你這麼重要 你的tone很重要 如果你說 你很有誠意 為什麼對你這麼重要 為什麼對你這麼重要 為什麼你這麼重要 很不同 是blaming 還是understanding 我們就會從那個tone of voice 帶回學生 帶回學生 當你問這些問題 你的tone of voice 就很重要 有meaning 幫他帶出他們的深層需要 我旁邊的綠色字 都是我們marking scheme 我會對他們 特別是點題 你做到這些東西 就會有marking scheme 可以分辨什麼意思 出盡彼此了解 左邊這個紅色字 都是我marking 會計分的 有什麼技巧 說回什麼技巧 我們什麼目標 結果 希望在第三個段 大家都能夠 招待多些對方的利益 需要 說探索 是說情緒 確認情緒 鼓勵直接溝通 那些 然後就跟大家說 你做完那個探索之後 我們就做個大總結 總結一下 其實雙方現在有什麼需要 大家做路進黨 想一下什麼利益 用利益 需要想一下什麼方案 於是就教他們 如何將利益 需要轉化方案 其實都是一些 例子 有些會有些例子 看到一些例子 問他們 第一個問題 有什麼建議 你們有什麼建議 剛才A同學就說 我覺得這一次 大家的關係很重要 寶寶和我覺得 其實reputation 很重要 就是reputation 和關係 這兩個需要 有什麼建議 其實大人 如何需要轉做方案 有些例子 有個方法 教他們 然後有些利益 現實測試reality test 的例子 告訴他們 如何要reality test 全部都是用例子 他們可以照顧例子 做容易跟 然後如何選擇方案 如何帶動 用當時人選擇方案 我有個例子 如何微調方案 用correct find question summarize 這些微調 通常不是很大問題 我跟他們說 第四階段 我們做完 我經常都會出這個圖 因為我想讓他們 看到upper triangle lower triangle 是有意思的 為什麼最上那裏是最瘦 下面最瘦 中間最肥 肥在哪裏 最先那裏 大家不太知道 大家的利益 你看到最上那裏 最上是尖尖是很少利益 需要的understanding 少 一路下跌的時候 discussion的時候 多了很多的understanding 利益需要 於是 最肥的 最肥的information 利益和需要 慢慢要 narrow down narrow down 是方案 可能最初兩三個方案 慢慢 narrow down 定定協議少些方案 未變成最尖 最瘦 瘦身了 定定協議 瘦身 因為已經知道 協議什麼 例如Drafting 簡單一點 會告訴他 像小朋友作文一樣 四個W 一個H 誰 who when where how what 那些 都會說回 作文 普通技巧 小朋友通常都懂 他們自小學的 然後 會說 簽署協議的流程 雙方鼓勵他們 多謝他們參與 然後告訴他們 那些 W H 那些 有些例子 有個協議 協議的一個 例子 給他們看 然後 國立協議 這個大人的調解是沒有的 即是約一個時間 譬如一個星期後 兩位同學 在學校會議室 什麼時候見面 大家就跟進協議 跟進成怎樣 那這個就會 憑背調解會有這件事 那我呢 也都是 有個時間分配建議 因為考試40分鐘 那於是 我們就著 我們的問題 個人也都期望 是小朋友 即我們學生 是會 你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 啊 是呀 應該要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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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marking scheme 不如我 我share 我只會和正式的marking scheme 我們先分享一下 這一個 是 看見了吧 那就要拿出來 先關掉 這個 拿回去遮掌 擦了 對不起 看到了 現在是不是 看到了 這是去年用的 我現在改了一個字 那我和Elisa看過 應該不會太大改變 那我也go for一次 其實就是剛才所說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marking scheme 到時候大家的coaching都可以基於 基於marking scheme來做coaching 開場白三分鐘 基本上沒什麼難度可以自己練習 對著mira、video decore自己 分數會圈出來 1、2、3、4、5、5分 當時人們會建立當時的信心 這些是skill的技巧 最多兩方 你看到其實都是就著我們整個 整個training在PowerPoint裏面所教的東西 我就根據重要性 就是有2、2、3分 開場白 個人有每項拿分 很Systematic的拿分 客觀標準 這樣是不是能夠促進 問到問題 是不是 然後是否能夠做到識別 identify那個problem 你看B這裏 那全部就identify到1至5分 我們coaching都是用這個客觀標準 是否能夠knowledge emotion 給那個label的emotion 有5分 然後是否要直接溝通 問到問題 可以直接溝通 各樣東西 那都是可以 這些是比分 那麼我們最終 最後呢 你看到 技巧之後有個特別分數 原本的總體分是100分滿分 那麼後來呢 那麼大家就在那個初級那個叫做HIT的時候 那伊莉莎法就反映到 原來那個合作性非常重要 然後加了10分合作分 究竟這個團隊呢 那兩三兩個條件 有沒有大家有一個交流合作的 那可以給一個additional特別分 是合作分是10分的 那所以現在總分是110分 那這個就是so far overview 那我任何的英文是方便大家呢 是看回可能有時候 你們日常做mediation或者assessment 是用看開英文的 其實這個assessment form 我是簡化了大人的accreditation 的assessment 是做的 那一目了然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進一步問題呢 我們可以在WhatsApp chat group 那裏呢 大家再交流 或者是隨時給我電話 或者伊莉莎都可以的 那麼這個so far 是我的一些小小分享的 那我知道呢 大約分享時間 都是比我差不多這個時間的 伊莉莎是什麼 伊莎是什麼 伊莎那我交回時間給你 有沒有事情我需要補充呢 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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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什麼需要補充 我還沒有交時間給你啊 現在 你要開麥克風 你要開麥克風 我想在這裏 先多謝Josephine Thank you 真是知道 你為我們這個briefing 都做了很多事情 你現在還沒回來香港 是嗎 我在香港 可以在這裏 oh that's great 多謝你 多謝 更加多謝 你參加的朋友 真的 今天已經是 明天就是年初一了 你們都這麼好 還有還有一個confusion 有些人去了另外一個chat 現在都在這裏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你們的容忍和明白 會 沒問題 沒問題 謝謝Sylvia 謝謝你 就是 出錢出力出心 出了所有resources 所以謝謝 多謝 佛林社 Peter 謝謝你們 讓我這個 喜歡教條解 給小朋友這個passion 可以繼續持續的 我加回時間給大家 好嗎 謝謝 Thank you Eliza Eliza 你還在嗎 Eliza 你還在嗎 Eliza Eliza 她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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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咪咪 因為我剛才 剛剛走了回去 去Double check 那邊還有沒有人 現在我也很開心 我們邀請了WT和Cindy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去In School的時候 跟同學仔 他們以前都做過很多次的了 那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或者麻煩你 WT先好不好 好 那大家聽到我說話 聽到 好 各位早晨 我是WT 那我之前呢 都去過好幾次的學校幫忙的 那很幸運呢 我coach多數都入到Final的 所以找你咯 是的 真的 信心的保證 是啊 看看哪間學校好幸運 OK 那我就想很快分享一下 我過去學校的一些經驗 那第一呢 大家要明白 就是 你去學校幫忙 第一個挑戰呢 就是你要找到一間學校 是 這個你要少少準備 因為那些學校 很多時候在那些地方 都是比較 remote 的地方來的 那你要多些準備 如果不然你就可能會 教錯 遲到 那就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就是大家的期望了 那有些學校呢 就是真是很熱心的 那些老師呢 我試過一間學校呢 就 四個學生 跟著呢 就三個老師在那裡 那一間當然是入到Final 那一間就 那但是有些學校呢 那些老師呢 那些很客氣的 只是交給學生而已 你見不到那個老師的 那就是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大的期望了 就是你要明白 有可能就會這樣發生 那第三呢 就是我想 就是都講一講 我過往就是 比較 我會用的那些approach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呢 就是 我每一次都是很著意 告訴你 我的心法先 就是每一個stage呢 我都會嘗試 就是讓他們知道 那個stage 要做些什麼 就是好像剛才Josephine 那個每一個stage 到底要做些什麼 還是要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做那些事情 那然後就 就是可能 都是用回Josephine 剛才那些powerpoint 就讓他們看得到 怎樣可以做 effectively 做那些事情出來 那如果你可以幫助的 就是你可以 找一些故事 來幫你怎樣解釋 給他聽 就是 為什麼要做那些事情 那就 另外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那些學生 就會很confused 這段時間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 或者麻煩 不如麻煩 那些全部 silent mode 好嗎 我們全部mute了 OK 好了 那就 就 還有一點 我自己比較多說 給學生聽 就是我們要專注 他做得對的事情 就是做得不對的那些 可能很快就 skip了他 因為如果你說得太多 他做得不對的事情 他會 confused 那他把焦點 就 就是完全acknowledge 他做得對的事情 讓他catch up 到他真的做得對 那他的信心又強一點 那 那這些就是我的小小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如果有 有些問題 那都可以 等一下可以 大家 Cindy都可以 回答出來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了 好 多謝 謝謝 謝謝WT Cindy 麻煩你 多謝 早上各位我是Cindy 多謝WT已經說得很好 因為其實 我也試過去一些 比較偏遠的學校 真是要 遇早一點 遇鬆一點時間去的 交通 各方面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tips 那我的經驗呢 就是那些同學 其實每個人都很聰明的 那始終時間很短 我們到校呢 都是兩個小時的培訓 所以這兩個小時裡面呢 要再去協助他們 去run through Josephine之前教過的 那些課程的內容 其實是很豐富的 那我想怎樣用最短的時間 讓他們拍照到 參加考試的一些 不是考試 就是我們去比賽的一些工量 我想第一個是 時間管理 怎樣去準備 去準備個個案 事先他們不知道 那個比賽的故事 是什麼背景 但是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帶些個案 給他們去練習的 那所以如果給我 其實第一件事 我就會跟他們說 run through 一下 那個case 的 background 就是當你去 聽到你作為調解員 看到這個case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思維去準備呢 那所以那個 preparation 第一 告訴他們 怎樣消化那個故事 怎樣去代入 如果你是兩個party 其實你 卡在哪裡 有機會生氣在哪裡 就是幫他們去 去 digest 去消化一下 究竟那個爭議的背景 怎樣去做一些思考的準備 那另外呢 就是團隊之間的分工 因為我都很著重 其實每一個參加的同學仔 都有他的 participation 那很明顯幾個同學 一定是有一兩個 比較 就是拿捏得好些 但是我們都會 鼓勵他 五個 stage 裡面 你們要想一下 那個分工是怎樣 就是可能 開場白 就會有 哪位去 甚至開場白 有時候是 一人說一句 還是一人說一段 還是一個人說完 如果是團隊來說 我們都會鼓勵 大家都分一分 那個工作 是可以怎樣 另外呢 我就 我想講解那個理論 其實 Josephine的整個教學裡面 其實已經是 講得很清楚的 在整個 走法 我就會鼓勵他們去做 真的好像 扔他下水 讓他試一下做一下 而如果 這個位置 停了 或者不知道怎樣說 那我就會去 展示 才去示範 少少 讓他自己 給他多一點時間 去練 那因為我們是 一次到校 或者最多 是不是一次 到校 還是兩次的 一次到校 好像是嗎 是啊 所以 有教練在那裡 只有一次 那其實如果沒有教練 他們自己 可以怎樣 練呢 那我想 就會去分享一下 如果今天完了之後 回去你們怎樣去練法 有哪些問題 其實是 放在哪些位 是怎樣去 把那些興趣 就是 用盡你最大的努力 去 在那個過程裡面 由他們的立場 怎樣去抽 就是怎樣去發掘 那個興趣出來 是最重要的 還有 怎樣去利用 那些 提供技術 去 帶動雙方 那個 直接去對話 就是有些 很重要的 principle 還有我們 作為 如果 教練或者審議 去給分 的時候 其實哪些位 你問些什麼 一定會有分 或者是你爭取到 好一點的成績 就是那個 就是比賽的一些 攻略 我就會在那裡 focus 或者是 去 提一提 那些 拿分的重要位 這樣 然後就要放他們自己去練習 所以 時間的掌握 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那我分享 是這麼多 謝謝 謝謝Cindy 謝謝 謝謝 謝謝WT 因為 特別時間那裡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好像我們去年 那樣 其實有一隊做得很好 從頭到尾 做得很好 但它就是因為 那個時間性 因為 role player 一直都不放過他們 所以他們終於做不到最後的部分 就是做那個 agreement 那裡 所以我們都要提一下那些小朋友 那他們 其實我們 During Role Play 的時候 40分鐘裡面 我們10分鐘 最後10分鐘 我們會舉個牌給他們 我們會有幫助 我們會讓他們知道 剩下10分鐘 然後剩下10分鐘的時候 他已經應該差不多要接近 要去 close 就是要去 close 就是大家要達到的 agreement 如果他真的不行 其實他都要 可能都要去 可能不行 可能找其他時間去做 那樣 然後去到我們 再去到5分鐘的時候 我們又會舉一次牌的 那5分鐘舉牌的時候 你都要提一下他們 就是說 你真的一定要去到 就是要寫 agreement 如果不是 你做不到 close 那下面的分就拿不到 然後去到第三次舉牌 最後呢 2分鐘我們再會舉一次牌 就是說 10分鐘 5分鐘 2分鐘 我們會舉三次牌 那就等學生 再看看 他那個時間 那個分配 那40分鐘 因為通常我們就是 3分鐘開場把 8分鐘界定問題 22分鐘討論 7分鐘 就是簽訂和解協議的 所以那個 那裡都要再給一個 remark 他們看一看 就不要方案 做不到 樣樣做得很好 然後 後面那裡 最後那個簽署 那裡 那裡整個十分 所以都 挺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那 那 或者現在我發送給Josephine 好嗎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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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sephine 其實她教的時候 她已經會跟同學說了 是嗎 對 那個 那個 PowerPoint 或者 開一開 出來 我都分享給大家 那 可以 那裡 我再做給大家看看 如果不介意 或者因為Ronald說你遲了進來 因為她剛才去了另一邊 這個PowerPoint Josephine 很好 她會分享給大家 那在那裡 她會有幾多分鐘做什麼 多分鐘 謝謝 收到 收到 我其實之前 我會再分享出來 這個 收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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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 其實還有一份 Josephine 做了那份 平合表的 評分標準 這件事 那裡 也會每一格 都會寫了幾多分鐘 我們都會讓同學 讓他們知道 你們怎樣取分的 這樣 所以都幾清楚 給同學 可以再做一次 在那個 check group 大家可能因為遲離 在那裡 可以開的 Josep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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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Emmanuel sorry 我可以